您看一下,在这边我是不是做完I栏,J栏,是不是还有K栏,依此类推 所以在这个地方我就直接去开发人员聚集 然后例如说选到J栏,然后编辑 直接把J栏里面的内容复制 然后贴上 然后接下来就把这个J改成IJK 然后这个改成K 还有这个改成-8 这个改成-8 然后这个改成K 所以我改几个地方 1,2,3,4,5 我改5,我改5个地方 好,K做完了 K做完了 K做完了 L,2,3,这应该是9了 4,4,5,可以吗 好,假如我现在我就做完这些事了 就是我把那个I,R,J,K,L 好,好,再多做一个好了 所以这个叫做M 然后接下来2 3,4,5,3,4,5 好,所以我就做完5栏 我相信会做5栏就会做10栏 然后接下来呢 我就不先跑完 因为我现在我会希望做什么事 我一路把它从I到J到K,L,M 全部收集资料到Beta这里面 所以我先把这里面的资料 先全部都删掉 删掉完毕之后呢 刚刚在这个地方 刚刚全部都写完了嘛 那我是不是应该把那个 I的程式从I2开始 好,来去呼叫 所以呢 再创造一个聚集 这应该叫做什么 执行聚集了 比如说 资料收集 资料收集 然后接下来呢 这个资料收集 假设今天日期1013 确定 然后接下来呢 我们就直接停止 然后去做资料收集的改写 编辑 所以这里面 我要先执行第一个 应该是I2嘛 所以我先把范围指定 Range I2 选择 接下来做什么事情 是不是呼叫 呼叫刚刚的 这一个 然后接下来呢 我是不是要切换到 因为这边是I2 I做完了 做完之后做什么 是不是要去做J J做完了 是不是要去做K K做完做L L做完做M 好 所以我现在我是要去收集资料 1013 这个聚集来去执行 所以开发人员 我游标 一刚开始就算放在别的地方都无所谓了 然后 然后接下来他就去帮我把阿一兰全部做完 我要快速做一遍 你看哦 开发人员聚集 然后资料收集 执行 剩下来就去做什么事情了 倒一杯水啊 跟人家聊个八卦啊 说个是非啊 是不是 或者是一边喝咖啡 顺便看一下中华队 中华篮球 中华足球 那个 很棒 最后那三分钟的一个表现 剩下你什么都不用做了 你就等着去收获 完整的一个 一个成果 这样可以了解 当然这个时候 你的电脑 如果你有记忆体 你会跑得更快 跑完了 跑完了 为什么最后做到这个地方 那是因为 我们是不是做到M M最后是不是一闪 在这个地方 然后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Data 全部都执行完毕了